馬姐跟現任的男友 就是以前那個男友 就每次我們講那個男友 後來小話也沒得換了 因為男友年很擠 真的喔 對啊 夠條條就對了 已經二十多年了 所以馬姐妳維持多年的 感情的秘訣是 妳自己有做出改變 對啊 我覺得 變得不挑 不是不挑 我覺得以前我們太阿爸 這個陳雅蘭跟我同一國的 我也看過誰要來 對男朋友的態度 在修理人生是不是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都是一國的 以前我們真的年輕的時候 太阿爸 但是我以前並不知道 我自己這麼阿爸 我還覺得我是對的 我每一次的生氣 我都覺得自己直氣壯 後來慢慢因為隨著 可能自己有點年紀 然後看很多事情以後 我才有一天驚覺的發現 好像是我自己的問題 然後我就 哪是 是她 你幹嘛檢討自己 但是你檢討她 你不要從小孩 對 這樣開不開心 對 開心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一樣 如果說我們一直要看不到 自己的問題的話 可能我們的感情 就會像過去的一樣 噩夢不斷地重演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一定要看到 自己的問題以後 我們才能改過 改過之後才會有 新的不一樣的局面 那後來我也是 在一個很機人巧合的 過程當中 有一陣子我就心情很低落 然後我就看了很多書 看了很多心靈成長的一些書籍 或者座談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自己為什麼每一次的感情 都要這麼坎坷跟波折 後來才發現 好像是我自己的問題 然後就開始慢慢改變 有一天我看到有一篇 他就寫說 我們在感情當中 常常都說 我要做自己 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都一直做自己 我想這樣我就這樣 我想那樣就那樣 我想講話的時候我就講話 我不想講話的時候 如果我旁邊的朋友 就跟我 唠唠叨叨叨一直講話 我就說 可不可以讓我安靜一下 滿值得 對 可是我們這樣是不是很傷人 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我不覺得 我就說 我真的很累 妳可不可以讓我休息一下 後來我就想說 那我們一直在要求做自己 那我們給別人 做自己的機會了嗎 你知道嗎 因為我跟我男朋友 最常吵架 以前最常吵架就是說 我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不回答 唉唷 冷暴力 對 我就覺得 藍陰的 妳幹嘛 我跟妳講話妳就不回答 妳一直 好像一副哥跟人家跳山 的感覺 那朋友就這樣永遠 不管對的錯都支持妳 對 那我就會覺得說 我跟妳講話妳都不回答我 妳真的沒禮貌 那我就會生氣對不對 我就覺得我跟妳講話的時候 妳就應該要回答我 可是後來 我們就會常為這種事吵架 後來我就想說 對 我自己每次也是 我想講話我就講話 我不想講話 人家跟我講話的時候 我就不回答 那為什麼他不能不回答呢 對 對不對 我看到那一篇 人家寫的那個內容 我真的覺得我 好像被五雷轟頂 我才發現說 我就是這樣 所以我才會跟人家吵架 哪是 因為他就是處女座 該講話的時候不講話 不該講話的時候話那麼多 還不停 是不是 雙子座才是 是嗎 人家不講親的硬要講 對 對 就是這樣 我覺得可能我雙子座話又多 然後我就 我想講的時候 我就一直講這樣子 我也不管 這個對方的感受 後來我就 慢慢我就覺得 好像我自己也有問題 然後我就開始改 我就想 然後這個書裡面說 不能干涉對方 對不對 要給對方做自己的權利 對不對 他有權力決定 他自己現在要幹嘛 後來我就想說 對 因為我也想要 自己有權力決定 自己想幹嘛 那我就說 好 那我要改 以後呢 我跟他講話 如果他不回答我 我也不勉強 我也不能干涉人家 他有說 自己想不想說話的權利 對 那可是我還是會忘記 每次我跟他講話 他就不回答我說 你幹嘛不回答我 等到我們快要吵架 我突然又想 就說 我不是要改嗎 那我怎麼又沒改 又犯同樣的錯 我就說 對不起 我話又多了 我就再改的時候 對不起 你可以不要回答我 我不應該這樣說 沒事 我就趕快跑開 所以你知道 我們要 就算要改變 我們自己的缺點 也不是 那你就也太壓抑 你自己了吧 不會 沒關係 你不用回答我 但是你現在心裡不爽 對不對 沒有 他現在訓練 說 沒事 你不用回答我 然後去跟著牆壁講 我就跟你說 沒有 對不對 可以這樣子吧 可以 我跟你講 我剛開始就這樣子 不講難過 不要壓抑 這是對牆壁 不會 我對我們家的狗獎 這樣滿傷人的 不會 跟人跟狗講話是一樣的 不是 因為我就會 有的時候很多話 我不好意思跟他講 比如我就說 你看媽媽又錯了 媽媽不應該 媽媽知道錯了 媽媽想要改 可是呢 一下改不過來 那如果是 你也會原諒媽媽對不對 我覺得 不錯 你知道嗎 有精進 對 我覺得後來我就是 慢慢要改... 那你知道嗎 其實在我改變的時候 他會感覺到 我在改變 他有沒有說 你今天是吃哪一包 沒有 吃哪一包 他也是不想 就是他也是不會多畫的 我的朋友也是畫不多的 那我覺得就是 大家都在慢慢觀察 他看到我的改變 二十幾年了 他在慢慢觀察 所以你知道嗎 前面 前面十年 當我沒有警覺到 我自己錯誤的時候 我一直... 我們一直其實生活是 常常會吵架的 可是當我警覺到 我自己其實有很多的 錯誤的時候 我慢慢改的過程 我們其實還是 因為你真的沒有辦法 一次就改過 那媽媽你都改這麼多 他有沒有改 當然我改了以後 慢慢他就改了 對 他也會覺得 他看到我的改變之後 所以就是 所以人家常常說 看你們兩個 誰要踏出的第一步 不能改變別人 就是改變自己 對 改變自己 而且以前我有很多毛病 比如說我吵架 一定要講最後一句 最後一句 後來我你懂嗎 最後一句 最後一句就比如說 我們吵架說 那你要不要吃 不吃就算了 我不吃... 那不吃你洗碗 我為什麼要洗碗 就很愛應揮 就對了 對 就接龍一定要接到最後一句 對 一定要講最後一句話 我覺得這都是我自己以前 其實這些都很小的事 對不對 可是這種很小的事情 就是會影響 兩個人的感情 後來我慢慢發現說 其實我真的太好鬥了 你知道嗎 那我就要改 那我就要開始改 他說 就算我聽了不高興的話 我也不接了 我也不一定要講那最後一句 因為我覺得其實不重要 就比如說講一個 我們常常吵架 都是為了不重要的話 對不對 那其實既然不重要 就不用吵 對 改天再講 改天再講 或者是說 那現在這是他的認為 那他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我就常常用 他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他可以決定 他自己要幹嘛 來提醒自己 馬姐在家都沒閒對不對 真的沒閒 自己在家裡成長 對 你知道嗎 修煉 有很多修煉 馬姐說你另外覺得 周老師聽一下 看他成長到哪裡 我覺得他很棒 因為一般人都是 千錯萬錯 都是別人的錯 當然 就算我有錯 也是你先錯 我以前就是這樣 所以你真的很了不起 他現在還有一個 他說當你覺得 就是說你覺得 其實年輕人談戀愛 跟中年人談戀愛 最大差別是門當戶對 什麼意思啊 其實以前我們年輕人 真的也覺得門當戶對不重要 但是就是因為從我的朋友的例子當中 我才真正的體會到門當戶對有多重要 你知道我有一個朋友 他其實非常的優秀 他自己工作 從大學畢業以後 開始很努力工作 然後一步一步 做到公司的白女 然後認識一個很好的對象 然後就結婚了 結婚以後 他覺得婆婆 他剛開始可能也 不是很了解 就大家都覺得 不需要門當戶對 兩個人相愛就好了 就嫁到富豪的家就對了 就比較 但是他剛開始也不知道 他們到底有多富豪 因為他覺得門當戶對不重要 他覺得我自己條件很好 我很自信 對吧 所以就這個男生國外回來 都要跟他結婚 他也就結婚了 但有一次就家庭 就不知道媽媽生日還是什麼 他就買了一個 花了他大概很多的積蓄 買了一個香奈兒的包包 而且不是普通的香奈兒 是比較高級的香奈兒 送給婆婆當禮物 婆婆收下的時候 也沒有說什麼 可是到有一天 不知道為了什麼誤會 她就聽到她的先生 跟這個妹妹在訴苦 然後妹妹就說 媽媽就講了 她生日還送香奈兒 她的格局就在那 妳還跟她計較 原來婆婆平常都帶愛馬仕的 那妳送個香奈兒 這個婆婆其實當時也沒有說話 可是就會到最後 變成小姑說出來這句話 她聽到是不是很受傷 真的很受傷 好 就是說妳很難融入這個家庭 如果你當初沒有考慮到這些的話 以後妳嫁進去就很難融入 我另外一個朋友 也是嫁給一個海 就是海龜 那因為她自己平常也覺得 她的英文不錯 就平常如果我們在工作上 生活上 簡單的溝通交流 也都是還可以的 可是你知道他們這個海龜的 每個人都在國外讀書的 那剛開始結婚 然後他們小夫妻住在外面 也沒有什麼感覺 可是到過年過節 是不是所有的親戚朋友 都要回來 什麼叔叔 伯伯 嬸嬸的小孩 都從國外回來 然後大家家庭就會 全部說英文 對 好 妳說她的壓力大不大 壓力很大 然後她慢慢就會覺得說 她們為什麼老在她面前說英文 是不是有什麼她不能聽的 她就慢慢就會產生自卑感 自卑感之後 再跟這一家人相處 就發現越來越多摩擦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 是自己心虛 或者自己心裡 有一點被害妄想症 你知道嗎 但是就是會產生摩擦 我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他也是呢 就是說講很多例子 才會讓我覺得 門刀戶隊很重要 我一個朋友是奮鬥了 跟先生奮鬥了一段時間 就兩個人可能剛開始 都不是很好的環境 都是從辛苦裡面長大的 好 他們倆結婚十年 到十周年結婚那天 剛好他先生可能 事業就突然間做得很好了 然後先生就想十周年紀念 就買了一顆鑽戒一百萬 送給了這個太太 送給我這個女朋友 女朋友如果是 我們是不是很高興 當然 老公事業有成了 而且還要對我這麼有心 買個鑽戒送給我 對不對 我們應該很高興 可是我這個女朋友不是 因為她已經持家十年 而且辛苦走過來 幫先生創業的時候 遇到痛 遇到困難 他都要去籌錢來 所以他對錢 把錢看得很大一個 先生花了一百萬 買鑽戒給他 他就說他不但不高興 還把先生抽罵一頓 就為了這個事情 兩個人開始有心結 因為後來我們就聽出 先生說 我們現在都有這個條件了 為什麼不可以享受一下 對 那先生就覺得這個太太 小鼻子小眼睛 戴不出場 然後他的衣服 先生就說你可以去買一些 有牌子的 出去應酬的時候可以穿 可是太太就是不願意 所以他很省 他都買那種 好看就行了這樣子 後來先生應酬場面 就不帶他去了 就說他上不了檯面 然後日子久了 小三就出現了 然後就離婚了 所以有的時候 女生太賢惠也不行 你節儉持家有的時候 當你們兩個其實也沒有 就是你們兩個價值觀 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很難 很難相處溝通的我覺得 其實我這麼多年來 看到很多的人來學習 你會發現很多在 婚姻受苦的男女 你個別看都是好人 但是他們真的很受苦 因為認知不同 價值觀不同 所以這真的是需要給空間 如果一旦結了 那還沒結的 真的就要去注意 門當戶隊是有它的道理 對 認知很重要 對 謝謝我們四姐老師 門當戶隊 因為小人其實門當戶隊 可是時間久了 跑歪的還會跑歪 還是大家各自跑不同的 對 對 可是如果大家差不多的話 會比較容易融入對方 對 摩擦的機會小一點